这男人惹谁不好去惹上帝 于是家里的宠物狗神秘死亡 洗澡的时候洗出血水 就连自己开的超市也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超市里莫名其妙的出现虫子 超市大亨看得是一脸懵逼 就是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再次要求大亨准备好一百万现金 大亨现在不相信也得相信 是上帝在相的所有资金 这当然也是丧彪的手笔 但毫不知情的大亨已经决定花钱消灾 他把一百万准备好 等着上帝再一次的指示 几天之后 丧彪和健身教练再次给大亨打了通电话 让他把钱放到一个车库里面 大亨当然立刻就答应了 拿着钱来到约定的停车场 只等着等着 他突然改变了想法 用自己聪明的脑袋瓜想到另一个主意 当年他的钱是从雪地里挖出来的 要还给上帝 肯定也是放回原位呀 于是大亨开车来到了当初挖到钱的地方 把一百万埋进了原地 所有心情舒畅地开车回家 可大亨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朱里正带着他的儿子往家里赶 可车开到半路 突然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 紧接着东西越来越多 无数条鱼从天而降 车辆不受控制的直接撞翻了 不知过了多久 大亨经过发生车祸的地方 看着满地的鱼 倒立的车 还有两具冰冷的尸体 他彻底绝望了 然后就在第二天 电视上播报了一则新闻 因为龙卷风的肆虐 湖里的水和鱼被刮到数英里外的地方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这是自然现象 可惜大亨已经认定 这就是上帝的惩罚 对此还不知情的健身教练很兴奋 因为他即将扛到一百万 可惜丧彪根本没打算和他分这笔钱 等教练再次清醒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绑了起来 丧彪在窗口看了几眼 确定外面有人后 立刻把枪放在了教练手上 还用胶带死死缠住 教练想开枪杀了丧彪 可惜扣动扳机后续什么反应也没有 枪里根本没有子弹 丧彪也不多话 来到窗口用另一把枪射击 他没有打人 而是把子弹都送给了窗外的车 果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而他早就趁警方到来前溜了出去 警察用大喇叭告诉屋里的人 赶紧乖乖出来 可屋里的教练是一步也迈不出去 就连求救都不行 警察也只好主动进击了 可走到一半 就有人不小心触发丧彪摄像的机关 听见枪响 警察立刻蹲下反击 打得那叫一个热火朝天 结果打进屋的子弹挺多 就是全部完美避开的教练 所有警察再次尝试破门 扔进一颗闪光带 然后进屋 看见教练和他手中的枪 警察再次毫不犹豫地射击 教练都没来得及身边 一具就挂了 至于从后门偷偷溜走的丧彪 他却遭到了另一批人的攻击